- 关注美国财经动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洲财经速递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条政府计划调高企业所得税的消息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准备提议将公司税税率调高至26.5% 低于总统拜登寻求的调高标准 以便协助让一套大型社会支出方案过关的几率提高 民主党议员计划让税率从当前的21%调高至26.5% 但低于拜登所寻求的28% 此外 资本利得税最高利率将从20%调高至25% 也低于拜登提议的39.6% 原先计划的39.6%将与一般所得税的最新利率齐平 尽管提案在被正式公布前 上述税率数字仍可能出现调整 但规划的增值税税率幅度下修 意味着在一些温和民主党议员表达反对后 民主党承认增税计划若要闯关国会将面临硬仗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联储8月经济贺皮书 美联储8日公布最新贺皮书报告 指出美国经济成长在7月初至8月略微放缓至温和步调 原因是新冠病毒新一波的疫情再次冲击餐饮、观光和旅游业 整体经济仍面临疫情后的物价上涨、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贺皮书报告显示 经济活动减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多数地区外出用餐、旅行和旅游减少 这反映了Delta变种病毒出现带来的安全疑虑 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也反映国际旅行限制 报告描绘出美国经济和美联储进入秋季前面临的艰难局面 人们先前预期从疫情中恢复的情况会在秋季更加明朗 一起关注近期经济利好消息下投资市场的动态 随着市场经济利好消息频出 倒球工业平均指数在9月连续收跌后终于反弹 WTI原油价格上涨 看好经济将大幅复苏的投资人尤其看好能源股 能源特选产业SPDR ETF上涨3.7% 美孚上涨3.35% 美国国债殖利率上升也有志于提振银行股 花旗集团上涨2.44% 摩根斯坦利上涨1.11% 利率走高通常会提高银行获利 本月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因投资人越来越担心Delta变种病毒会破坏经济复苏 同时对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感到不安 不过一些利多经济数据有利稳定投资人的情绪 接下来一起关注有关通货膨胀的相关消息 美国8月整体及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深势明显减缓 尤其是月升率更是凸显短期通膨压力的减轻 美联储下周决策会议面临的退场急迫性也有将缓解 美国劳工部14日表示 8月核心CPI月升仅0.1% 比7月及市场预期的0.3%都要低 与去年8月相比年升率降到4% 低于市场预期的4.2% 及7月时的4.3%升幅 月升率降幅大于年升率 显示短期通膨压力减轻 不过通膨预期并未明显下降 据调查显示 美国消费者预期未来三年的年均通膨率仍达到4% 是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准 继续关注通货膨胀下网购商品持续涨价的消息 根据Adobe Digital Insights的最新报告 在经历过历史性的下跌后 网购商品的价格现在已经连续上涨15个月 前所未见 影响商品包括宠物产品、非处方药、服装、家具和插花等 整体行业中网购商品的价格上扬 表示了电商交易很快就会在每个人中为5元的消费中 占约1元 高于2017年的每6元占1元 调查显示网购价格同比增加3.1% 环比上涨0.1% 而自2015年至2019年 网购价格平均每年下降约3.9% 美国零售销售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近期通膨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供应链瓶颈和库存水平向低 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往往会转嫁给消费者 并被认为是全面通膨的前兆 接下来一起关注女股神大幅抛售特斯拉股票的消息 曾被粉丝封号女股神的明星基金操盘手伍德旗下的指数股票型基金ETF 已卖出更多的特斯拉股票 使得本月卖出的这家电动车股票累积总值达到2.66亿美元 根据方舟投资公司每月交易更新内容 ARK创新ETF与ARK新时代网络ETF 在15日合计卖出81600股特斯拉股票 若以当日收盘价计算 股值约为6200万美元 方舟基金从9月以来已卖出特斯拉35万股股票 不过根据彭博汇编的资料 特斯拉依然是方舟最大的持股部位 特斯拉股价从5月中旬以来已经反弹 迄今为止上涨约34% 一起关注疫情下全美住房稀缺的消息 根据最新研究美国房屋短缺524万套 较2019年的384万套增加了140万套 人口普查调查发现 从2012年1月到2021年6月出现了1230万个新美国家庭 在此期间仅建造了700万全新单屋住宅 单屋住宅建筑在疫情前就面临严重的劳力短缺问题 但随后的疫情又加剧了这种短缺 过去一年中供应链的中断提高了建材价格 随着疫情带动的需求飙升 土地价格也上涨 由于短缺 新屋和成屋的价格正在与创纪录的速度生涨 对于一直以来溢价出售的新建树而言 中位数30万的房屋被认为相对负担得起 占2021年上半年建商销售额的32% 低于2018年同期的43% 最后一起关注苹果公司近期诉讼带来的影响 法官9月10日裁定 苹果公司不能禁止APP开发商避开30%的抽成 向消费者提供外部连接 以支付Apple Store之外的APP购买 Epic在2020年就以类似指控起诉谷歌 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也不清楚何时开审 谷歌没有公布其Play商店的营收 然而 最近起风的法律文件显示 该公司去年从Google Play商店获得了112亿元的收入 85亿元的毛利和70亿元的营收 包括App Store购买和App商店广告 Google Play商店与苹果的Apple Store一样 目前不允许开发商我经过外部连接其他方式支付 分析师表示若理论上谷歌将Play商店的佣金降至0% 预计这种最快的情况该使栽公司的股价 在2022年达到约每股3200元 而如果App收入没有受到影响则为3400元 以上就是本周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